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介绍一部历史剧情片《地雷区》 故事放在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 德国结束了对丹麦的五年占领期 过有近两千名德军俘虏被迫留在丹麦 卡尔中正是丹麦军官恨透了这帮侵略 占领自己国家的德国鬼子 突然从车上下来 叫住一名首持丹麦国旗的德国俘虏 认为他的当手玷污了自己国家的国旗 当场一头竟然都撞倒 接着耗住他的脖领子就是一通乱锤 一拳比一拳狠,一拳比一拳用力 这时另一个士兵过来劝架 沙红了眼的卡正官直接连他一起揍 怒吼道,这是我的国家,你们给我滚出去 丹麦正官白上尉对俘虏们说 你们德国当年在丹麦西海埋下了近220万颗地雷 以防止盟军从此登陆 现在我要让你们手动拆除这些地雷 严苛的拆雷训练开始了 动作稍有不对就得挨打 剪断的训练过后要来真的了 白上尉告诉大家 严苛的凶化后就要开始练习拆出真地雷了 第一个德国士兵抱起一只比铁饼还大的地雷来到丹尖中 先轻轻拧掉上面的小铁环 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后再小心翼的将引信取出 这样应该就不会爆炸了 顺利的完成任务走了出来 第二名士兵又进去了 他的操作也很熟练 很快将地雷搞定 虽然有胆小的士兵 但最后也都完成了任务 但最后进去的一名士兵终于不幸于难 巨大的冲鱼波扬起大量尘土 士兵被炸得粉身碎骨 爆炸迟早回来 只是看谁会率先中将 十几名年轻的德国小伙心情沉重地前往住处 一名千真无邪的小姑娘在农场边玩耍 母亲看到后赶紧带女儿离开了这里 小伙子们就住这间木屋 这时一辆吉普车缓缓驶来 车上的军官就是卡长官 他负责监督这些德国小伙排雷 他心中仍然憎恨德国人 对这些年轻的孩子抬手就打 这片一万无尽满是黄沙的海边 就是即将要排雷的地方 卡长官用手指着指对面的沙地 其实标注范围内埋着四万五千颗地雷 如果你们每小时能拆出六颗地雷 三个月后就能全部清空 完成了任务就放你们回家 地图已经标注好了各区的地雷类型 可以按图所记的去排雷 于是乎惊险紧张的排雷终于开始进行了 每个人只发开简陋的工具 去探测地雷的存在 这时一个小伙喊道 我找到了一颗 用手刨掉覆盖上边的沙土 然后轻轻拧掉圆魂 取出里边的隐信 齐活 其他几个小伙也纷纷出到了目标 但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傍晚回去休息的时候 男孩觉得这项工作也没有多难 已经开始和同伴冲进回家后的生活了 另一个男孩很理智 点化他 别抱太大希望 这些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开始的男孩说 卡长官已经答应我们了 另一个男孩心想 娃娃你可真是图样图森魄呀 可这里也不给吃的 一对双模太兄弟实在饿得不行了 俩人认为小女孩那里可能会有面包 于是弟弟过去和小女孩搭会 单纯的女孩没有接心 我的娃娃受伤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小伙把娃娃的腿包扎好 女孩的妈妈文讯改来了 小伙趁机把面包揣进兜里 紧张的老妈大声呵斥女儿 俩人一起回去了 两兄弟总做有吃的了 卡长官对这帮德国仔的很不放心 每次睡觉天都要用木板 把门死死的卡住才放心 小伙们一个个鸡肠鹿鹿 还要干活实在受不了了 一个小伙来到卡长官询问 什么时候能吃的 卡总却说德国人不是优先配给他 干活去吧 另一个小伙实在饿得不行了 深夜偷偷去农场偷私料 这天面色惨白的双楼胎弟弟 告诉长官自己很不舒服 想休息一个小时 可卡总根本就不相信他们 觉得他们想趁机偷懒 仍然强行命令他们继续工作 这边一个德国小伙正在暴晒之下 努力的拍雷 突然一口没憋住大吐了起来 这下坏了 地雷被当场引爆 可怜的小伙被炸得血肉模糊 哭喊着我想回家 卡长官从包里掏出马飞骑的指了痛 还上军车送往医院去救治 傍晚 小伙们痛苦地捂着肚子在床上打着滚 偷私料的小伙站出来认错说 自己昨晚饿得实在不行了 可能偷回来的私料不干净 于是长官带着一个小伙去 向女孩家的门 女孩妈说 这私料里有老鼠屎 吃了不得病才怪呢 然后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看着他俩 卡长官有点不高兴 这有啥可开心呢 女人嘲讽的说 因为他让德国人生病了呀 卡长官是这有招 让他们接了很多海水 让孩子们喝下去 给他们清洗肠胃 之后又举起大水管 给孩子们冲干净洗白白 这时的卡总已经渐渐有些心软了 之后他又驾车来到医院 去看看被地雷炸伤的小伙伤是如何 但护士却告诉他 那个孩子没撑下来 昨晚已经死了 卡总又来到基地 给小伙们拿了点吃的 这些都被白上尉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饿了多日的小伙子们 总算有吃的 狼吞胡咽的大口躲一着 卡长官为了稳定军心 批大家说 被炸的小伙子已经抢救了过来 很快就能回家了 孩子们清后很开心 接着又鼓励大家继续努力赔雷 士气迅速飙升至满职 可当天夜里白上尉就领人来了 用淋尿抽嘴巴等吓走的手段 误辱这些可怜的孩子们 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越来越严重 甚至掏出手枪要杀人 好在关键时刻 卡长官及时出现救了他们 白上外问卡总 为啥要给德国崽子拿吃的 卡总反问 为啥要侮辱这些孩子 话不投机一步换二三 小伙子们继续拍雷 一个聪明的男孩 发现这是个幼雷 引线连着另外的地雷 向同伴大喊 快停下 有两颗雷连在一起 说不太弟弟听后 上哥哥传话 停下先别拍雷了 可由于声音实在太小 哥哥没听到 地雷轰然引爆 说不太哥哥被炸得尸骨无存 弟弟疯狂的扑上前去寻找 可人已经炸得灰飞烟灭了 上哪找去呀 文婿而来的卡长官也看呆了 弟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卡长官赶紧给他扎了一碗马飞 总算安静下来了 卡长官一改之前的冷酷无情 渐渐同情起这些无辜的孩子们 对他们也越来越关心 再次来到基地 这次带活着的食物更多了 这边场地的地雷清空了 卡长官给小伙们披了一天假 和他们一起愉快的 踢起了沙滩足球 气氛很融洽 心中的隔阂越来越小了 可好景不长 回去时卡长官将球 抛出让爱犬叼回来 这下可坏了 只听得轰然一声巨响 卡总迅速赶过去上前查看 爱犬一被地雷当场炸死 友谊的小船要翻 小伙们大惊失所 滚 卡长官下来后就发飙了 你们不是说这片已经清干净了吗 基硕的小伙说 没错呀 1200颗全排干净了 数了好几次 但卡总气急了 那小伙模仿狗子样子 去拿嘴捡球 小伙只好乖乖听话 让干啥就干啥 周日复始来了好几次 最后还让小伙跪下来学狗叫 演完这出闹剧继续发飙 你们拿什么保证 这片海灘的安全 这不是坑我吗 看来平时对你们太好了 这他妈就是个错误 于是卡长官想了一个狠招 让孩子们手拉手 走遍这片海灘所有的地方去蹚雷 确保雷群清干净了 一小伙实在忍不了了 你还不如拿枪直接把我们吐吐死呢 卡总抬手光光就是一个大嘴巴 可怜的孩子直接拿自己当人体排雷机 莫的生命危险走遍了这片危机四伏的沙滩 回宿舍后 那个碍了嘴巴的小伙叫嚣着 老子他妈不干了 老子宁愿被射杀也不受着鸟气了 另一个小伙说 卡总官答应我们了 只要把活干完就放不回家 但这伙还是想逃跑 几个小伙赶紧七手八脚的给他制服了 这时农场大婶这边出事了 风风火火的赶来求援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一起赶往地雷区 原来小女孩独自玩耍的时候 竟然误闯了雷区 老妈担心坏了 卡总回到小木一看 人怎么都没了 进来后询问 依然还沉洁在哥哥死去的背痛中 无法自拔的双胞胎弟弟 走着警官后赶到沙滩查看 几个小伙伴已经开始排雷 准备救人了 与此同时 双胞胎弟弟也一起赶来了 他已经生死置之度外 无所畏惧地静止走进雷区 来到他身边 小女孩拿他当哥哥一样 让他帮忙看下娃娃的伤势如何 双胞胎弟弟轻轻摘掉了 娃娃腿上的绷带 温柔地抱起小女孩 将他交给了其他同伴 女孩得救了 失去了哥哥的弟弟 此时已经心灰意冷 生无可恋 同伴喊他回来 却被他拒绝了 不过他人劝毒 依然转身 向雷区深处走去 幸运女神没有再眷顾他 死神却如约而至 一条年轻偶尔鲜活的生命 又失去了 甚至连个文整的身体 都没有给他们留下 一名善良的男孩受到影响 变得意志消沉 卡总让他和自己一起喊 很快就会过去了 很快就会过去了 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然后说我很需要你 其他也需要你 你要坚强 小伙子点了点头 这边几个小伙子 正将成堆的地雷 往卡车上扳 一个笨小伙子用力过猛 擦枪走火 引爆了全车的地雷 顿时火光冲天 四个正在扫雷的小伙子 亲到爆炸身后 拼命往卡车这边狂奔 卡政官也一起往这边跑来 几个人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 数千只地雷 已经大地烧成了焦炭 这个区域的地雷 全部清空了 卡政官也仅存的四个小伙子 装进卡车送往基地 农场大婶也带上女儿 一起来送行 那么小伙子们终于能回家了吗 答案是不能 愤怒的卡总 找上司距离力争 都三个多月扫安累了 还不让回家 但白上位根本就没想他们回家 想他们死在排雷上 还说如果你要偷放他们回去 自己会将他们当场 一一全部射杀 卡政官实在忍无可忍了 扑上来都想动武了 合着你一开始就没想他们回家 上位却说这是上级的命令 虽然很生气 但卡政官没有和上级 发生正面冲突 他心里已经打定了一个主意 军队又将这四个小伙 带到了另外一个区域 和其他德国战俘并队 想让他们继续清除地雷 这个地方没有雷区标记图 就是说只能忙扫 威胁西数标升了好几档 这时手下递上了一封信函 长官开了信后说道 以下我念到名字的四个人出列 随后将之前那四个小伙叫了出来 让他们登上跟前这辆卡车 服从命令吧 这就是上刑场也得去呀 卡车开了很久 原来老卡都用了自己各方面的关系 将他们从地狱救了出来 卡政官对他们说 这里离德国边境大约有500米 你们可以回德国了快跑吧 小伙子们迟疑了一下 然后拼命向自己的国家奔去 卡政官信守了自己的承诺 那名善良的小伙依依不舍地回头 想再看一眼这个欺如父亲一般的铁血汉子 然后义无反顾地跑去 这是一段真实历史实践改编的电影 二战结束后 2000多名德国战俘 清除了丹麦西韩150多万颗地雷 几乎有一半人死亡或者受伤 在他们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年轻的未成年男孩 这部影片是一部展示人性的反战片 与哥我本身是非常同情这些德国小伙子 在二战后期 越来越多的孩子兵被派上战场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打这张仗 最后还要替德国政府背锅 冒死去排雷 可站在丹麦的角度去想 自己的国家被德国人侵略并统治了五年 简直恨死德国人了 这挨尖刀的还在我们家门口 埋了上百万颗地雷 这雷不让你们德国人排 难道还让我们自己人去送死啊 你要这么想的话 人家做的也没错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这些孩子就不用冒着被炸的 虚有模糊的危险去送死了 这部影片另辟蹊径 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诠释了战争的残酷 对人类的影响 希望世界远离战争 本片的另外一个主角 卡尔长官 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 影片开始时 他对德国人充满了憎恨 对两名德国政府残暴的拳打脚踢 到后来 和这些孩子们刚开始接触时 也一直充满了敌意 双毛台弟弟吃了带老鼠屎的饲料 所以刺着头昏脑胀 身体不适向他告假 他就认为小伙是想偷懒 冷血无情的逼他们继续去拍雷 但被炸的血肉模糊 送往医院的那名小伙触动了他的心弦 打动了他的心 他们毕竟还是个孩子 于是他违抗军令带来了吃的 为了维护这些孩子 还差点和上级发生冲突 像个父亲一样 带他们在海滩上踢足球玩耍 可哀犬被炸死那一刻 让他再度变成铁石心肠 这群孩子甚至还不如一只狗 竟然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去试探地雷是否真的清干净了 但这些孩子善良的内心 再度打动了他 当得知小女孩误入雷区后 他们全体出动去救人 心灰意冷的弟弟 在自杀前最后一刻 还不忘安抚并救出小女孩 再加上那群 在卡车边撞地雷被炸死的孩子 他再度找回了自己内心中 那份纯真的人性 冒死违抗上级命令 救出了最后的四个孩子 影片将几个角色塑造的很真实 没有从头到尾的善 也没有从始至终的恶 而是跟着剧情的变化随之改变 因为两个国家在战争上的敌对 以及自己国家曾经被德国侵略统治 卡车关心中一直是很矛盾的 每当他想帮助这些孩子时 头脑里的另一个声音 就跳出来告诉他 这帮德国崽子可不是啥好东西 得对他们狠一点 可这些小家伙 却潜移默化一点点的感化了自己 起先是可怜他们 但当他们看到 德国小伙心中那些闪光点后 他一直压抑的那份善良 正直的人格才真正显现出来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他们也许本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农场大神 一开始对这些小伙子也充满了敌意 唯恐他们伤害自己的女儿 因为自己的毒饲料 把孩子们弄病了 还感觉很自豪 小小的报复了一下 这些回我家人的德国人 但当这些小伙 冒死去救自己的女儿时 才了解他们有多善良 心中满怀感激 有个小细节 最后的四名小伙 离开这里时 他带着女儿一起送别 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总之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家片 绝对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我是雨哥 咱们下次见 喜欢雨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金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